习近平终于愿意与特朗普在G20高峰会议上会面 不过,这只是重新谈判的开始,什么时候能达成协议仍然不知道 不过,经过了5月5日特朗普反台并下令由5月10日开始向2000亿美元 中国货征收25%关税的经验,相信中美双方都已经能够测试出关税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近日,美国政府违迹将可能向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25%之时举行听证会 会上几乎全是反对声音,因为这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其实多是属于美国企业所拥有的,只不过将生产工序搬到中国 向这批货征税就是向美国企业征税 因此,特朗普口口声声说征税,实际上心里也是担心的,担心自己伤得更重 所以,近一段日子已经不停的说很希望与习近平会面 到时习近平调他的胃口,一直等到G20会议正式开始前十天才答应会谈 我也留意到特朗普近日语气也已改变,过去,他总是已即将有一个好的贸易协议来形容他的期望 但是近日已改为必须有一个公平的贸易协议来形容他的期望 看来特朗普是准备让报了,他已经清楚知道中国的底线 知道踩过底线不可能达成协议,而只会两败驱伤 这不是特朗普所愿意看到的 不过,谈判绝对不会是容易的 因此,大家手上的避险估绝对不该放弃 适量的反向ETF对冲还是可以保留 不必急于卖调,也许市况仍会有反复 中美贸易战不会一夜之间由相当悲观变成非常乐观 不排除昨日恒指急升七百点 事有杀恒指期货淡仓及杀红症的手影 请不吝点赞订阅